第一课是伊甸园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福音 因为如果福音是那孕育新约教会的信息 我们要来认识这信息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福音带来救恩 医治 神迹和启示 《满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五节 这是耶稣的话语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传什么给万民听 福音 他其实很清楚地说 我们要传达的是福音 不只是任何基督教的教导 耶稣说你要传达的 把它传到普天下的是福音 很具体的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原来人得救不得救 是按着有没有听到这福音 而且他对这福音的有什么回馈 有什么反应 有信还是不信 来断定他是得救不得救的 十七节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 干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耶稣说 耶稣不但说 你必须宣讲的是福音 而且我告诉你 如果你讲的是福音 这些会跟随着你 随伴着你 神迹 会随着你 你会奉我的名 赶鬼 说方言 手能拿舌 喝了什么毒 药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耶稣说 如果你宣讲的确实是福音 这些都会跟着来 随着你 也就是说 无论你今天讲的是什么 你相信你讲的是什么福音 这个才是确据 有神迹歧视来跟随着你 Amen 所以门徒们他们听了 他们确实信 因为路加福音的九章六节 这里说 门徒就出去 走遍各乡 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你看 他们听了 他们信 他们也出去宣讲什么 宣传什么 宣传福音 传到那里 那里就有看见 治病的现象 神是信实的神 所以 这 经节 我引用这经节 激励了 很多很多传道的人 你们今天有 有多少神迹 其实谁办成 那完全是断定在什么 你有没有宣讲 神 要你讲的福音了 因为耶稣是信实的 他说 如果你宣传的是福音的话 这些都会跟随着你 你们同意吗 阿们 所以保罗呢 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说 他说 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保罗说 我不以这福音为止 为什么他说 不以这福音为止 因为当他宣讲 这福音的时候 有很多人来敌对他 来耻辱他 所以他说 我不以这福音为止 有很多的功绩 他说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在英文的翻译说 is the power of God the就是说唯一的了 神唯一的大能 大能能够成就什么 就一切相信的 当你宣讲这福音 一旦人听到这福的音讯 他一相信 他马上的经历到 最大的神迹 就是重生 他相信 他就提 已经先来体会到 最大的神迹 就是重生 这是福音上 这是福音上 所显明出来的 义 神的义 是这样领导 人的生命 当他听到这福音 而且愿意信 他成为了神的公义 这个是最大的神迹 一个人能够重生 能够得着新生命 所以今天我要 激励大家 重新来发觉 什么是福音 当门徒们 听了他们信 他们去到哪 哪宣讲这福音 哪里就看见 神医治的能力 彰显在 他们当中 哈利路亚 所以这福音 是很奇妙的 也很神圣的 这是 耶稣叫我们 到普天下去 传的信息 而且他说 如果你传这信息 我会做工 所以福音 是神对人类 一切问题的解答 《铁撒罗尼加前书》 一章五节 因为我们的福音 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 是怎样为人 什么意思呢 这福音 不只是话 讲出来的话而已 它有神的全能和圣灵 的运作 也就是说 每当我们宣讲 这福音的时候 神会彰显 祂的全能 圣灵会做工 在人的心里面 这不只是言语而已 我们福建人说 讲你 不过 他说 当我们宣讲 这福音 神的全能 祂的圣灵 就开始运作了 这你相信吗 今天我们要重新来发觉 什么是这福音 这福音 罗马书的物章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就是十字架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祂的生得 就是祂的复活 不但祂的十字架 祂的复活 就是这福音的真谛 耶稣的所成 叫人能够在祂里面 得着生命 得着救赎 这福音 无论传到那里 那里就有救赎 那里就有人的病的医治 有神迹 其实谁伴着他们 今天神一样的 要我们要掌握到 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 如果我们认识的 实在 而且 能够把它清楚的传达出去 神说 你无论到那里 宣讲这福音 我必做工 证明这是来自我的信息 所以这真理是非常非常 极其重要的真理 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福音 今天我们要重新来认识福音 因为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些经节 就是魔鬼最怕教会认识的信息就是福音 他最拦阻 他要蒙蔽人的眼睛 看不见的真理是什么 就是福音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叫一切信的 能够得着救主 得着突破 得着神的修复 所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福音是什么 准备好写下来了吗 福音就是 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 好的消息 无论何是福音被传讲 圣灵的能力便会通过神迹 歧视医治释放 以及救恩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那什么是福音 并非每一个圣经中的真理 都是福音 这个是第一步我要大家认识的 就是不是每一个真理都是福音 圣经里充满真理 不过不是每一个真理 是属于福音 对吧 我不是说神的话语不是真理 我是说不是每一个真理是福音 好比当圣经告诉我们 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是不是真理 是真理 它是不是福音 不是福音 它是真理 它告诉我 它告诉我 我得罪了神 它也告诉我 这真理告诉我 我必须死 因为没有流血 罪不得生命 它告诉我 我如果带着我的罪死的话 我沉沦活海 这都是真理 可是这不是福音 福音在它的下一半 那下一半是什么 在 他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可是什么 神在基督里给予我们的恩赐是什么 是永生 那第二 那下一半确实是福音 那才是福的音讯 我虽然是被困在罪里面 朝向死亡 永恒将会沉沦活海 可是耶稣拯救了我 在耶稣基督里 我能够领受到生命 救赎 我能够得到罪的赦免 那确实是福的音讯 所以耶稣要我们认识 强调 祂的救赎 明白吗 所以圣经里充满真理 不过不是每一个真理 是福音 我们 来 待会来看一些经节 所以 什么是福音呢 首先呢 福音是 好消息 这好消息是好在哪里呢 福音的中心 乃是什么 福音的中心 乃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 对人类的救赎 他的重点 乃是神对人的慈爱与美好 并他借着耶稣 将人从罪孽中 救赎出来的这个大功 这是福音的中心 福音的真理 他的焦点在这里 所以福音呢 有主题的 他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福 如何透过耶稣领导人类的 他的 而且这是他的救赎工作 所成就的事情 这就是福音的中心点 我们要掌握得好 然后才会真正的来信的实在 你信的实在 就好像我常说过 你必须先来听道 然后你才能够知道 你才能够来信道 然后才能够得到 你不听道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你怎么信道 你不信道 你怎么得到呢 那到底要 首先要来听什么 福音 神怎么透过耶稣 完全拯救了人 解决了人一切的问题 现在等着我们来认识 而且愿意相信 来得着耶稣的救赎的成果 Amen 所以福音的中心乃是 神借着耶稣基督 对人类的救赎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我看看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一节 十五章的第一节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这是保罗的话语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的书信 保罗说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 大声一点 福音 不是什么别的信息 他说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 你看 他们首先听见的是福音 他们领受的是什么 是福音 他们信的是什么 是福音 就因为是福音 他们才怎么样 靠着他站立得住 你看 也就是说 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掌握好这福音 他站立不住的 他迟早会被魔鬼拽走 被绊倒 被人绊倒 被魔鬼拽走 等等 他站立不住的 今天你对福音有多少的了解 多少的启示亮光 你就站立得多稳 我们需要福音的 我可以也很直接的断定说 如果一个基督徒软弱了 离开了 我很直接的可以告诉你那个原因 他没有掌握好福音 所以他站立不住 然后站立不住 我们需要福音 一个基督徒需要非常非常的认识 什么是福音 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 刚才那个是第一节 他说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着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的 又传给你们 第二节说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 大家说持守 原来一个基督徒 首先不但要清清楚楚的掌握到什么是福音 他才能够站立得住 而且要继续站立得住 他必须怎么样 必须持守的 我这么多年来可以做这个见证 我看见 当一个人来信主 我们马上把他栽培在福音里面 让他抓紧这个福音 认识这个福音 他站立得很稳很稳的 不会跌倒的 不会软弱 不会离开神家的 不会的 而且我们教他们要怎么样持守 我们的庆幸的持守 是持守在福音里面 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 他重新的总结的在解释什么是福音 他说第一 大家说第一 第一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很有意思 是说首要的意思 不只是重要 而且是你首要 你第一要来学习的 有一个次序在里面 不只是重要 而且是首要 首先要来认识的真理是什么 第一就是第一真理 首要的真理 不只是重要 你首先要掌握的真理是什么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的 圣经所说 第三天怎么样了 复活了 他说 首先他说 我原先传给你们的福音 你因领受那 你站立得稳 你要必须持守在里面 然后他总结的再宣讲一次 这福音是什么 他是首要的真理来的 是指什么 耶稣按照圣经所说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 埋葬了 又复活了 所以你看 这个福音 他所传授给他们的福音 是有内容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 耶稣的成就 耶稣他的生命 他的被定时间 他埋葬了 他复活了 这其实就是福音的真谛 耶稣和他的救赎工作 所以是首要的真理 就是说 当我们来信主 首先要来认识 掌握的真理 就是你必须知道 谁是耶稣 他为你成就了什么 而且你要信得实在 信得透彻 认识透彻 当你扎根在这福音里 为你的磐石 你不会被拽走的 你会站立的横稳 这是第一真理 这是首要的真理 也就是说 好像一大幅画 漂亮的一大幅画 有那铁钉 你钉在这墙上 这铁钉 就好像这首要的真理 他撑住一切的真理 无论他多么漂亮的真理 他是这第一真理 首要真理 耶稣和他的所成 为首要 如果你这不掌握好 全部都坍塌的 明白我意思吗 如果你不认识 耶稣的所成是什么 无论你教什么真理 你都会搞糊涂的 因为耶稣说真理是我 我就是真理 真理是一位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是首要的真理 所以我们发觉到这些年来 当我们开始把这个讲得透彻 而且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优先次序 当一个人得救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先帮助他扎根在福音里面 到底耶稣成就的意义是什么 他所成就的意义是什么 就因为他的成就 你今天是谁 你拥有什么 你在神眼里的地位是什么 你的基业是什么 神赋予你的大能又是什么 当我们扎根在这真理里面 我们有那净固的磐石为我们的根基 耶稣就是我们的磐石 阿们 阿们 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的 无论 在教会一切的教导 无论你教导什么 怎么样带孩子 怎么样做好管家 怎么样服侍 怎么样宣教 一切的真理必须以耶稣和他的所成 为我们的基石 大家同意吗 这就是第一真理 首要真理 所以我们可见这福音 确实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 教会的基石来的 耶稣和他的所成 是教会的基石 之所以这样子 而且保罗说这是神的大能 这福音 乃是神的大能 能够就一切相信的 所以魔鬼 罪功绩 要偷窃 要扭曲 要盗取的信息 和真理 就是福音 圣经有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福音是信仰中 首要的真理 它也是现今教会中 最受功绩和偷窃的真理 因为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这经节 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三节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怎么说的呢 此等不信之人 为什么他们不信呢 他们已经被蒙蔽 被蒙蔽 看不见什么 看不见福音 那到底是谁 在做这件事情 此等不信之人 在这世 被这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 世界的神指的是谁 就是魔鬼 就是撒旦 你看 他一切所做的 其实都是为了什么 蒙蔽世人的眼睛 让他们看不见福音 他不怕你忙着服事神 他不怕你要做这个 要做那个 他不怕 你讲道德 讲这个 讲赚钱 讲富质 他都不怕 讲尾声 讲牺牲 都不怕 可是你一开始 要宣讲福音的时候 他就怕了 因为是这福音 使到教会 有神的大能运作 在当中 他怕的就是 人来听见福音 他最怕的信息 就是这福音 被解开 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的光 照耀出来 他说 我现在在读第四节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 也就是撒旦魔鬼 弄瞎了心眼 弄瞎他们 不叫他们看见什么 不叫基督荣耀 福音的光 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大会我会重新回来 讲解这段经文 福音 福音给世人看见的 主要两点真理 就是 耶稣的荣耀 和耶稣的身份 他本是神 为什么耶稣的荣耀 和耶稣的身份呢 大会我们会来 更进一步来认识 所以现在只是要大家看见 确实这个信息 是魔鬼最怕 最拦阻 最要盗取的 所以今天呢 他如果能够 偷窃掉这信息呢 教会就瘫痪了 就无能了 福音以外 我们没有神的能力 能够运作在我们当中的 这乃是神的大能 叫一切信的 来得救 来得生命 所以魔鬼要盗取的 要扭曲的信息 就是这福音 他怕就是 怕你认识福音 怕教会宣讲的是福音 福音会使到神的大能 记得吗 刚才我们看到那经节 他的全能 他的圣灵会运作 无论你到哪里宣讲福音 他的大能就彰显了 难怪福音今天是多么的销声匿迹了了 在教会 我们不爱讲福音 我们讲一大堆其他的东西 可是 对福音一窍不通 我们 与其要来讲 人所成就的 或者人必须成就的 可是我们不宣扬 我们讲耶稣的成就是什么 我们讲人应当成就的是什么 我们怎么做都效法不出神的 今天呢 神要我们重新来认识 什么是福音 使到他的大能 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 流淌在教会里面 阿们 阿们 所以我要大家 跟我一起释放信心 就是当我们来 重新的来认识这福音 我要你打从心里面 已经看见说 我要走在神的恩膏里面 我要神大大重用我 重用我来彰显他的